这些东西不算这个 总共用了15元 这个再加16元 继续行就进入卖水产的区域 多人啊 这里停车 老婆问过了 花螺性价比较高 花蟹性价比较低 蟹很贵 生蚝性价比较高 赖尿虾都可以 终于搞定 看看有没有高 我一个很棒的人 都花费了很长时间 全部都是高 全部都是高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新年好 我所在位置 就是金沙洲 永旺商场 亦是每年 一年两度 要回去外父外母家 探亲的时候 跟以往一模一样的 我们都是活过来 买些油啊 米啊 水果 各种 欢欢喜喜 回去探亲 外父外母 现在这个中数呢 是12点 12分 感觉上 比我想象中 是人少的 可能个个都出去了玩 以往只能留在广州 我们应该算是第三次来 这个吉子岛 这样买东西 回去给外父外母 确实真是 今次是最重要的 应该都是那句 很多人可能出去玩 或者去了一些旅游景点 好像昨天在永庆坊 北京路 各种 甚至乎坐高铁 在高速公路塞 对啊 对啊 喜欢哪里去哪里去 对啊 为何我们大时大志 喜欢来永旺吉之岛 金沙洲 因为平时 这里是超级大塞车 是何时都会塞的 我们有试过 晚上10点塞 各种都有 但唯独大时大志 就好很多了 刚才开过来 非常非常之畅信 由于这个中数 他们就决定 不如吃一点东西 再继续购买 这个提议非常之好 我们去买些寿司 叉烧饭 等等 整盒饭盒热的 老婆想吃 这个好啊 15元而已 看看看看 这里是有 有白切鸡的 有番茄 有蛋 有蛋 好 手撕鸡也好 没有牙 我吃手撕鸡也好 甚至乎 烧鸭也有 15元而已 吃寿司 而且这里还写着 滋味浆茶烤鸡 再来这里 竟然还有整煲 整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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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瓦餐 羊肉煲 牛杂煲 60元有爪 60元有爪 整煲 接下来又到买寿司时间 今天不如吃好一点 吃贵一点 在那边 花仰寿司 拼盘 其实是真值得吃的 选一些有三文鱼 三文鱼 这些都不够好 吃蚝 因为女儿喜欢吃熟的 要么选一盒 又有生 又有熟 这盒不错 让妈妈来看看 这盒不错 先够待着 又或者这盒 90元 上面有生 有熟 生 有几个 跟女儿和老婆一家三口 慢慢分享 还有三文鱼 也是挺好的 价钱也有很多选择 最贵的99元 一品商人聘 70元 还有整盘整盘的三文鱼 又或者甚至乎三文鱼 130多元便可够 而且吉之岛有保证 它写在哪里运来 什么地方出产 也是那句 吉之岛很捨得 信得过 乌鲁说 这么快就卖了单 总共花了200元有酒 最贵当然是这个 三文鱼刺身 还有这些小食 这个女儿自己包了 全部都是熟食 开餐 我日式 中式 原来费便也有饭 什么 哦 老婆的饭 看看 这些饭 总共花了15元 这个再加16.8元 这里是30元出头 有1,2,3,4 4个不跳肉 这个可以不跳 这个是后期加的 他说这些是吸引 他们走来抢卧的 15元 我试一件三文鱼 女儿是不吃三文鱼的 在这里拿三文鱼来试一试 上次我们的吉思堂 天河城也试过一次 挺好的 因为我其实是吃了早餐 他们还没吃早餐 好啊 三文鱼刺身做早餐 如果不是我选择这么贵 三文鱼刺身 其实这餐早餐我经济 有很多油脂 60元 对啊 60元 但是你们做得好啊 你们做得好啊 我是很喜欢吃三文鱼刺身 刺身的 刺身都勉强分得到 哪些漂亮哪些不漂亮 这些是浸 对 这些是属于漂亮的 再试一件北極鱼 他也是不吃生的 我来吃 以前我老婆 试过在黄沙 买过这些 这些北極鱼刺身 因为呢 你不可能回现场吃 先的 一定是冰了 送到来的 都好吃的 现场吃在黄沙买 那时候他吃了很多 这几年吃了少了 但是那么多个呢 唯独我最喜欢的就是 这个 三文鱼刺身 而且这件不是 腩的部分 腩的部分 腩更贵 这些好像这么少 七十多银 真的不少 我们又吃饱饱了 今天我买了这枝 挺好的 我都很喜欢喝他们的烏龙茶 这枝没有那么苦 没有那么烏龙 有多一种 淡淡的 果皮那些味 我们吃饱饱 坐一坐 收拾好些 吃剩的垃圾 我们进去再买 这次就买油 买米 然后再来 还有 可能买些我们自己的早餐 吃饱饱了 终于就进来 买年货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水果 苹果 苹果 外母有吃过 泰国米 可以 这枝是微南螺 老婆已经记得了 最贵的盆 好像便宜了 一毫子 去年是$99.09 看看日期 这么快的盆 还有这个 这个其实更贵 老实说 $79.09 然后原价100 然后它是$5K 刚才我们买的 那是$10K 买给外母大人 当然是买好些 洗心的老婆看过之后 觉得那一袋 好像不太好 没吃过 再加上 我再放下 放上车了 我们试好它 买苹果 黑酥苹果 应该就是这个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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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是大 过年 早几天跟大家说过 就要买苹果 红档档 这样才够喜庆 哇 这个挺好 大嬸的时候 买过一次的苹果 是很好吃的 我记得买过一次 是不是那一款 这款 这款的样子 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便宜些 这款的样子 比较便宜些 便宜些 就是这样 这款也可以 这款 很便宜些 这款 很便宜些 这个是 12元 一斤 她已经教女儿 选择苹果 她凭感觉 选择了一个 她觉得这个 好像挺好的 老婆说 够重就可以了 这样讲 经过老婆的细心挑战 她说这款 第一 够聚首 应该叫聚首 聚首 轻的 不需要聚首 应该是说 里面的水分不多 水分多才好吃 水分够是聚首 水分够就够聚首 再来 我自己说 哪一粒 不会说 喜废了 我是喜欢这种 我自己不喜欢吃苹果 但如果真的吃 我是喜欢批皮 批完皮 一身功夫 也会用来做 话说上星期 我和封管的同学聚会 她当时 扣了这一样 给我13.9元 那就是上星期 吃的那些 其实是金 里面的水分很甜 老婆又说 不好吃 只是甜 没有金味 其实里面的水分 挺足够的 品种不同 再来 我们不说这些 不过看看也无妨 在苹果上面 印了一些字 这些可能真的印上去 不是曬上去 这种呢 我觉得是曬上去的 究竟是不是呢 这个一粒一粒的色 这个肯定是印上去的 不要测试 不要测试 外母大人说 今年不要买油了 只买米就够了 买多一包 再来 我们都应该买早餐 因为自己买早餐也要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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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买到 发现在这里 竟然看到有 这个肠子买 之前我们好像在 深圳买过一次 是不是这款 这个 这个应该是$80 那款 有多少 全肉 只有少量是芝士 很多其他物质 噢 他看到这个 又放下 全部都是这样 这个肠子 肠子一定是这样的 对 除非你不吃 这个世界所有肠子都可以 可能去德国不是 就是这个 $79 大盒 $41.09 就是西芬 还有这个好吃 四条 平均围到$10 一条 但是好吃 里面绝大部分 都是肉的比例居多 他经过心思熟虑 决定 又是不是那包肠子 他宁愿多买包米 不是买了包米 又买肠子 不是买了包米 又买肠子 他说不要肠子 不要肠子 我吃都可以 买肠子 不买肠子 不买肠子 不如买肠子 买肠子 买肠子 那个夏威夷果 忘了拿 里面 我们又来买米 既然发现 这里有一个用猿农瓶作为招牌的大米 售价是90元有爪 5KG 跟泰国米放下差不多价钱 这边也还有 包装还挺漂亮 109元也是5KG 这是五常金谷 84元有爪 5KG 我们打算再来 都是买泰国米 五常大米 这是茉莉香米 泰国米 这个下面就是最出名的金像米 5KG 一口水有爪 今次我们买两袋米 甚至乎上边还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虎 这些太小了 如果自己一个人家一只公 说这些是适合 慢慢吃 但如果一家几口 这些很快就搞定 就不太适合 你试出好不好味 已经说吃光了 但价钱也不算很离谱 太国米 2.5KG 其实我们回来 又发现这袋米 我们经过深思熟虑 包包看过 就决定 好像也是它挺好的 因为它虽然是国内爆组装 但其实那些米是泰国产的 即使人家则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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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 最实际 最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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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则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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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是深圳的 还有一个星期多 一个星期? 这几天喝了它 这个反而我觉得不是太大问题 最重要的是广东深圳 始终广东生产的 就算是购买的 都稳定一些 这个牌子其实挺好的 50元3支 来到这个中数 已经差不多3点了 商场里面 人流越来越多 刚才我们上过去楼上 有个天台花园 晒晒太阳 当时觉得超级少人 我和老婆得出了结论 以前有疫情的时间 就是很多人的商场 因为人们没有地方去 时至今日 今天是春节期间 所以很多人去玩 商场超级少人 终于等到来到这个中数 可能很多人 吃完午饭 拜完念 过来商场行 又或者昨晚打完通宵 过来超市 超市买些东西 回去团年 继续后面的行程 还有一个包裹 50元 就这样 再来又被我们发现 欣德糯米鸡 看看可不可以买 810克 21元9毫 就是这个 9只 围到2个多 2个多 这些是珍珠 珍珠糯米鸡 来的 就不是那种 平时摆在手掌那种 买个包裹冰箱 摆住也好 有种 有种 种云 又不同糯米鸡 是吧 加之这个牌子 我很喜欢吃的 如果以前有何香饭 更好 现在好像没有用 接下来我们再买一箱奶 给岸姆大人 补充营养 补丶 买风行吧 风行吧 就是这种 这个应该算得上 是本地比较贵的 一个型号之一 它是风行的 叫鲜湖泉木墙鲜牛 好像之前都买过 12包 66元8毫 买给岸姆的 当然买些好东西 风行 这个箱更漂亮 88元2箱 一箱有多少 一箱是10支 这里是20支 88元 我们终于卖齐了 塞到车全满了 五个水 你还能守得远 原先还有一些东西 有一代米 看看给大家 好像人家回到湖南老家 湖北老家 全部侧满 好 出发吧 连后尾箱也是 是的 哈喽 旁边有些面包蟹 长脚蟹 卖 不过不买 不价了 面包蟹 长脚蟹 后面有一些斑 东升斑 所以再谈九千多次开生蟹 今晚会不会做菜 生蟹吃饭 你猛个话 整天吃生蟹 适合买 适合 适合 怎么卖呀? 4 元 大只可以 过年 平时轻轻贵一点 但今年现在是过年 这个质素仍然延开 好 记住 4 元 慢慢继续走就进入卖水产的区域 多人啊 这里停车 平时如果是到星期六日 下午都不关闻以前的事 这里全部都是人 这个中数 4 元半 还没有人 很正常 早些可能还会爆炮 但是来这里买东西 真的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小心些车 因为车是可以像我们青河市场 直接开到进来 有时候一个不注意就不好了 再来这边又是好 再大一点 5元肥豪 连开 旁边是6元 2元3元6元 这个就是我手板 可以啊 甚至乎2元3元都有交易 当然是2元3元 很正常 这个7元也大 对啊 4元可以啊 等待 这个可以 可以吃多些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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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问过了 花莲性价比较高 对啊 对啊 花蟹性价比较低 对啊 蟹很贵啊 太贵 生蚝性价比高 赖尿虾都可以 下面这种 上面没问 下面这种 上面那种很贵 对啊 其实刚才问九只虾 也不算很惊人 对啊 蝦每年都要百多元 对啊 每年都要百多元 因为它煮起身红 蟹就真的不是这个时候吃了 再来 我们等待到外夫的路上 竟然发现这一家龙虾 88元 那只买海鲜送鲍鱼 可以啊 88元这只龙虾 甚至乎 还有帝王蟹 它也不停写 是帝王蟹 还有泰国赖尿虾 那只就是泰国赖尿虾 打架的 大只哦 这只未打架 要拿水盅装着 姓子王 姓子王 平时35元 最便宜的 我记得 姓子王多少钱老师 58元 嗯 再来 还有蟹 大杂蟹 不是大杂蟹 这是肉蟹 不是 黄港草说 还不是肉蟹 不是肉蟹吗 是啊 特大没有 十高蟹 15元只 值得玩 15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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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回去过年 到你们回去过年 今天连拖就要 今晚是怎样 它移动 我们又发现 这个生蟹 左边 100元30只 右边 这里是最大的 我见过为止 12元一只 开得很好 现场开得很好 不是很等到的盒 这个购买 现在 他就叫外父过来 外父来讲价 外父 认识人多 我认识人少 好 经过多方沟通 我们就决定 我们买8只高蟹 15元一只 因为今晚我们8个人吃饭 吃过喜庆 加支15元一只 是吧 我都很久没吃过蟹 老婆很聪明 在这儿搞 买了8只高蟹 有工有拿 老板说 他们卖了货尾 就回到过年 就问老板 究竟哪里 老家 一说到阳光 就在沙帕湾 我们明年是否可以去一次沙帕湾 玩呢 过瘾了 以前我们去沙帕湾 是坐筋铃团 然后就去到打滴滴 这次可能我们可以自己开车去 玩得捐通捐 到时再说 说起都很兴奋 接着有外父大人 穿得很兴奋 在对面 在买虾 是吧 那我们就不过去打扰他 给了钱 我们就在这里再买些锅 买生蚝了吗 不吃生蚝了 有 我想要学买花螺 因为老婆说女儿喜欢吃花螺 因为她在这里多 那就吃花螺 就吃花螺 就是这个 早知我们刚才走过 我给了钱买 回头拿吧 现在没有生蚝了 没办法 我们吃其他好菜 好 好 我们又来到眼花遼连独餐摆时间 海保渔村大盆菜 这个是过年的价钱来的 例如说这个盆菜最便宜 六至八人份 烧鵝白切鸡 都是正常菜式 不慢慢读 不慢慢读 不再来 一百百 也不怕得到价钱 我说 那天我们是广州走家 不过那天是六个人吃的 烧鵝白切鸡 扣肉 花胶 海参 中谷柱 十二粒 应该很大粒 八头包 十二粒 很明显 就 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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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就是说小炒 不够菜 再加小炒 暂时看见 最经济的 石窝椰菜粉丝 四十八 如果是贵的 泉水 炆鸭 盒水 粉葛 我不知道什么叫盒水粉葛 还有 发财豪斯大利 八十八 香虎扣肉 六十八 过年 老实说 价钱很正常 再来 菠萝生炒骨 羊肉煲 九十八 果汁猪白 今天我们会吃一份 果汁猪白 名字好 叫百子千酸 将餐牌转过来 这边原来还有更加厉害 1068 又或者是炸鱼 最厉害 一路发发 又有花胶饷 鲍鲍鲍鲍鲍鱼 你拼盘 白切鲍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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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开眼�니다 鲍鲍鲍鲍鱼 鱼蝦年加工费大约$120 现在还没买单,很难谈论 鸡蝦是$80,80 花楼我给了$90,未计加工费 加工费收多少钱? $23,2斤 $50,85有爪 大概就是这样 后面还有其他菜式 上到再和大家慢慢谈计价 再来炒豆角 这个特别是开边的 今天豆角为了多少钱一碟? $40 我先试试鲁蝦 很好吃 你给一张纸 够实 太棒了 还有女生喜欢吃 这个变成烧生蚝 这个我也很期待 这个 焦盐奶尿虾 在这个时候,果汁猪扒也送上来 这个我记得$58 至于我身鲜而辣 试试鲁蝦 很多碎碎 这些应该是 又不算面包糠 试试味 辣的 是辣的 哇,有点辣的 很辣的 焦盐 哇,好吃 等我先剥掉 再和大家慢慢谈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去沙爬湾吃奶尿虾 15元 15元 一袋一袋 10元 我原来在这里 对呀 一定要去沙爬湾驾车去 让我查一下沙爬湾驾车 要驾车多久 现在的蝦比较贵 哦,奶尿虾比较贵 嗯,野生唯一 尿虾比较贵 没有人公样吃的 吃辣鱼蝦 哦,这样的 试试试 试试试 吃完又要什么 我吃完我没有去喝 我现在吃辣 嗯 有点点的高 因为我咬过 我先吃辣鱼蝦 有点点的高 但是买的时候 突然说了是没有高 那也有点 我先吃辣鱼蝦 真好吃 真好吃 我先尝尝鱼蝦 辣鱼蝦真好吃 待会再和大家慢慢说 趁这个时候 做一件白切鱼 正所谓广州人 无鸡不成宴 当然要吃白切鱼 好,再来试试这个 这个超级特别 它是将那些 豆角开边的 而且它的豆角 是更硬的 是更硬的 还有用XO酱 试试先吧 XO酱豆角已经很特别了 还要开边的 味道很好 还有抽质 这个真的很特别 听都没听过 在广州 再来就是山坑鱼 山坑鱼不是我们在市场买的 是在餐厅这里的 我这些人最突然客气 老家 外府还没动手 外府还没动手 试试 语我不说了 这个鱼蝦多震撼 厉害呀 这个九只鱼 这个是高鱼 这个果汁猪排是这样的 卖相不像我们平时在市区吃到的做的 原先我以为肯定很贵一般 吃到口都还是脆的 哇很多菜 后面还有上大虾 这餐海先生 大家看看这张桌子 鸡 果汁猪排 奶尿虾 奶尿虾是最好吃的 我可以跟大家说 吃到现时为止 这个是上了一个虾 这个是大虾 如果不是因为我要拍照 其实已经是强咬奶尿虾了 不如先试试一只蟹 让我先拆掉它 这个是蟹的水草 但因为我们是断只计的 所以问题并不太大 这个是蟹的本体 收我15元一只 刚才 姐姐问 究竟你要不要拆掉水草 你走来走去的话 在经济过程中 手手脚脚脚 过年就不好看 但是正因如是 在加工的时候 要计算这个 所以加工费 是 为到 8元一只加工费 买蟹是15元 你进了镜子了 5元一只 因为他买蟹便宜 哇很热 看过了 就是这样 有蟹公有蟹蜜 行不行 OK 15元 15元 我这只蟹公 完全没有开过 只是撕开了 让我撕开再给大家看一下 过年我真的会拆水草 过年 稍后会脱头脱骨 老婆正在说 证实到刚刚才说的 现在仍然很热 行不行 当然没有8月15时吃那么好 时间问题 时间问题 如果我们去沙远市场买 有时候都比这个要精神的 来到现在仍然差点了 我慢慢品尝 品尝之后再给大家看什么精彩便宜 起来来… 便到一只大虹 既然是大大龙虹 再来 这是 喜欢吃哪 many的菜 终于完成,看看有没有高 我一个很棒的人都花费了很长时间 全部都是高 基本上吃过鱼,老婆说像白云山那条鱼 瘦身幻 这个是女儿开餐之前最好吃的,最喜欢吃的 现在变成了这个鱼 故话每天要变成镜子想要使得 täahi 其实是会替 Phoenix 慢慢左右 如果要舐istical方面小分子,比上相时候好 买东西鸡,更加话百质 这个就好 downside Erfahrung 是让面子ять虾值得一试,性价比高 至于鱼,如果自免也可以搭配菜 最终买单是付640元 但当然不包括我们买材料 买材料我们粗略计一下 刚好400元 还有打包的 而且还有很多菜式 其实已经是过年价 有些东西已经是过年价 如果平时并非过年价 可能800元左右 就是料理台 刚才有个笑话我没说 超好吃 我们又吃饱饱了 大家也要知道价钱 大家觉得好不好吃呢? 很好吃 海鲜有够多 而且大家要知道 有留意我的影片的观众也知道 通常好吃和不好吃 我都会说好少 这一集是属于好吃的 因为慢慢吃慢慢吃 尤其是奶尿黑非常好 份量有够多 花费又不算太离谱 值得一试 好 今天我们又完成鱼化的一天 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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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